每年的节日购物季前后 是大量假冒伪劣商品流入美国的高峰期 各式名牌包包 服饰手表 甚至奖杯 都成为不法分子假冒伪劣商品之列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介绍 由于人们热衷于网购 在美国东岸入关的包裹 从2019年的2000万 暴增到2023年的超过2亿 官员还警告 不要贪图便宜 这不仅伤害美国经济 还会资助恐怖组织和犯罪集团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上镜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